隔壁老王 嗨 我是老王 老王今天終於可以不用宅在家了 唯解封之後呢 老王要上宮去 太值得進入了 只能說這段期間 也改變了演藝圈 今天就是要帶大家去看看 疫情後的演藝圈 我只能說 節目依舊 但是人是全非啊 因為有很多的改變 連我自己都萬萬沒想到 第一個最大的改變呢 是幾乎所有的藝人 一接收到工作邀約 都會痛哭流泌 看起來是其微的喜福啊 為什麼呢 沒錯 我們工作前都要交出快篩的證明 所以昨天晚上呢 我是一把蜆蜜一隻人 我太感動了 因為我做了COVID-19 再一次 再來把蜆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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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接下來的改變呢就是服裝了 以前藝人呢上節目 挑的是什麼時尚穿什麼 什麼槽穿什麼 現在呢 挑的是什麼安全穿什麼 今天我要挑這一套 防飛墓的防護衣 嘿 戴上我的護墓鏡 及口罩 這就是我今天的服裝 今天老王要穿這樣 戰風去 出發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改變呢 就是交通了 以前呢 藝人去工作都會選擇 坐車或者是大車 但這樣還是無法避免跟人接觸 現在多了一個選擇 就是走路 還好我之前有超間部署 住在電視台附近 雖然感覺有點累 但等一下會有驚喜等大家 跟著我的腳步吧 先要跟大家揭曉 我為什麼要堅持用走的 而且驚喜是什麼 就是這裡 這個公園呢 就是那顆秘境 是我的私房景點 平時我都會坐在這裡 放鬆一下 然後靜心一下 這公園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這樣的走路 你可以當作是運動 然後也可以讓自己的心情沉澱 療癒一下 那現在我就要出發到電視台囉 GO 來到電視台 我還是堅持用走的 以前錄影之前 最重要的是先到書畫間 因為才能夠展現每個藝人 帥氣美麗的樣貌 但現在 連書畫的文化 也有了巨大的改變 改變成什麼呢 那以前的書畫間呢 是最熱鬧最歡樂的地方 現在感覺有點冷清 有一種人去樓空的 圍牆傷感 原因是 對 要減少人跟人的接觸 而且還要戴口罩錄影 還好我本人是走自然的路線 直接去攝影棚吧 GO 等待呢 上一場錄完我就可以進攝影棚了 大家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小編跟工作人員 都沒有跟我一起來 原因是什麼 對 要盡量控制人員的進出跟數量 如果健康有任何疑慮的話 或者是有不舒服 你都可以選擇待在家裡 那我只能說這個時期啊 是可以訓練自己一個人獨立 跟一個人作業的最好時期 這剛好符合我一個人的精神 那等一下我就要進崩啦 重量 點檔 3 2 2 1 1 2 1 2 1 2 2 現在呢 我們的露營工作 大家都只要帶著口罩露營 耶 我收工了 是不是感覺很像從實驗室出來 這就是我疫情後的一天 那我只能說呢 人生啊沒有到待見 你要大聲的告訴自己 一定回不去了 這就是未來日子的日常 那讓日子繼續過 馬道跑舞照跳 然後慢慢的去找到 變化中裡面的平衡 有一天如果真的解封了 你就會更加珍惜以前 覺得理所當然的自由 最重要的是 你們有什麼事 是理所當然的 好啦 以上就是 疫情後的演藝圈 希望你們會喜歡 記得訂閱 下次見 掰掰 太可怕了吧 我現在 都是濕的 然後呢 因為現在外面呢 是大概三十幾度 我在拍攝 疫情後 我們演藝圈的生活 我帶著快上機了 好可怕喔 很希望這支作品 大家會喜歡 主要我也想要記錄這個改變 因為疫情過後 每個人的生活 其實都受到了影響 但是怎麼過日子 怎麼過生活 看我這一支影片 就會知道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一起能夠趕快出去